积水容器改前后出来 屏洞登革热疫情稍不停 包含春日 新元及潮州都有个案持续增加 然而随着台风即将到来 今天上午潮州政公所也召开紧急应变会议 延续疫情发生以来持续的宣导防疫工作 而卫生局局长对于政长的用心也相当肯定 特地拨空前来希望能协助公所避免疫情扩散 来参与他们的应变中心 因为政长的积极 所以我们就参与了他们很多的一些他们清洁队的问题 村里长的动员 我们就来协助跟帮忙 现在潮州镇大概有十个个案 就是登革热疫情有十个 那目前在都是在附近的里 新荣新山还有潮州里这个附近 那目前我们主要最重要是要把这个里面的瓶瓶罐罐 它清出来 清到外面来 那我们把它清除 呼吁民众提高警觉 落实居家内外资深渊的清除 并做好防温措施 政长强调 目前社区的疫情已稍获控制 但仍旧要加强环境诊阶级 积水容器的处理 目前潮州看起来应该留一留有控制料 但是还没完全消败 所以这里也一定要 佛用潮州地面还要加强 因为现在苏格旗赶 我们家的孩子们都在 所以说我们也要感谢 宾宁管车府 卫生局 局长不断落在这里就让我记得 因为这个社区专业的部分 我们了解专业之后 我们知道要怎么做 专业合作起来 就会来消灭灯格热 呼吁全民动起来 愉快消灭灯格热 落实居家清洁 做好防温工作 若有症状应尽速就医 如有一丝个案也要立即通报 才能及时采取措施 避免疫情持续扩大 屏东西我们不提议详词 采访报导 如果还是有看到